陈鱼洛艳碧月修花,还记得唐太宗李世民,李的各色美人。 最近看的全是老剧,好像回到小时候,每天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的日子那时候,那剧男主都是那么帅女主,都是那么美,而且个个都有演技看得能把关,重带进去还记得,小学时有部古装和火了。 唐太宗李世民,故事好看人物漂亮就连主题曲都那么美,陈鱼洛艳碧月修花美帝,无处藏故事讲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的丰功伟绩和情感经历。 李世民的正绩,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千古贤后长孙皇后,距离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长孙无垢,每次看到片头取他小笔写字儿的那个镜头,我都惊叹。 所谓富有诗书气自华当如是,真是不负他自己的所作的那首诗句,临下何须远界问,出众风流就有名,还有那位一直纠缠李世民的公主阿时那艳,作为李世民的战友,在战场上和他同身共死共同进退,彼此欣赏,彼此鼓励,献乐在看,其实那艳也有几分英气勃勃的美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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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